用最短的时间看最精彻的电影,欢迎收看萌特艺电影,我是萌萌 今天咱们来看一部女孩身上的纹身,会长大的电影《纹身》 美丽和男友阿飞本是一对甜蜜的小情侣 两人将往时间不算长,但也走到了见家长的地步 阿飞的思想保守,尤其是不喜欢纹纹身的女孩子 可偏偏美丽的手臂上就纹着一只耀眼的红玫瑰 原本两人商量不让父母看见 可吃饭时,服务员不慎将水洒在了美丽的手臂上 就这样看见纹身的阿飞父母流露出对美丽的不满 反后,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 阿飞极力要求美丽将手臂上的纹身洗掉 可在美丽看来,这不过是小心眼的阿飞在吃自己和男朋友的醋 原来早在四年前,美丽结识了一个纹身师阿飞 两人在各自手臂上纹了一只红玫瑰,便相约永远不将纹身洗掉 以此纪念两人永恒的爱情 可当激情退去,美丽对男友产生了厌倦,提出了分手 幻想着和美丽永远在一起的男友承受不了打击 选择了跳楼自杀,并在临死前打电话告知美丽 自己会生生世世缠着她 想到这里,美丽不含而肃,她决定洗去纹身 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明明被洗掉了纹身,不仅重新回到了美丽手臂上 而且比原来的更大,甚至每天都在生长 此时的美丽更加害怕,她以免惶恐前男友会来报复自己 以免担心被阿飞看见,于是她开始对阿飞避而不见 这天,阿飞来到美丽家,这么美丽为什么躲着自己 就在两人纠缠中,美丽手臂的红玫瑰突然长出藤蔓 将阿飞活活的勒死 预感到大势不便的美丽,干脆来到医院 将自己手臂上的皮肤整块切掉 心想着这样子能摆脱前男友的纠缠 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新皮肤长出来时,纹身也跟着长出来了 就这样,贱男友真的缠了美丽一辈子 爱情的世界里,除了甜蜜和新鲜感外 更多的是平淡,甚至厌倦 第一讲完了,希望萌萌解识的宝宝们快乐观众 我帮摸摸摸他 我帮大家看